大家好,南花虽然不是特别喜肥的植物,但是养护过程中如果缺乏一些营养元素的话,对它生长还是特别不利的。 那么我们怎么判断你的南花它是否缺乏营养元素呢? 很简单,我们今天就教大家如何分辨南花缺素。 南花如果缺乏蛋元素,会指它的植物颜色,叶片的话会稍微黄化,而且会出现一个生长稍微缓慢的情况。 那么如果是缺乏营养元素,会导致它的植物比较矮小,叶片的颜色会变暗绿色或是紫色,叶脉上面会有一些花色素。 如果是缺乏甲元素的话,叶片边缘会出现黄化或坏死,而且叶面上叶脉之间会有一个皱缩的情况,植物也相对比较矮小,如果缺乏棚元素的话,会使顶端的叶片会坏死, 而且根系会比较短小,植株也会比较矮小,缺盖的话会使它新长出来的一些叶芽花芽会变形,而且无法长大。 叶片发黄卷曲,而且叶间会出现干枯,整个植株发育不良。缺体的话会导致新长出来的叶片,主要是一些新芽,叶片颜色会变成淡黄色或是接近白色。 缺乏棉元素也会使一些老叶片变黄,主要是老叶发黄比较厉害,而且叶脉之间仍然是绿色的,而且叶片特别容易脱落。 那么就是我们在养养花的过程中缺乏一些营养元素,然后对它生长起到了一些影响,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轻松的判断出来。 那么出现缺素症,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?其实一般正常的兰花,我们都会给它补肥。 那么补肥的话呢,一般兰花都不会缺乏氮磷甲这三种元素,主要是缺乏一些微量元素会比较严重一点。 那么缺乏一些中微量元素,我们就可以给它适量的补充这个微量元素就可以了。 让这种微量元素啊,给它稀释或者是直接灌根都可以,这样可以有效的在盆土里面的补充非常丰富的微量元素。 那么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啊,我也避免出现这个缺乏微量元素的情况。 好,那么大家用肥的话呢,建议最好就是用一些有机肥,比如这种兰科专用的有机营养液。 这种营养液不仅氮磷甲充足,而且呢,中微量元素有机制也是非常丰富的。 或者是呢,大家可以给它使用一点这种发酵浮素好的阳分也可以。 将这种阳分的对水稀释拿来浇灌,或者是呢,直接撒一点在盆土表面,都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。 所以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南花缺素症应该如何区分。 还有我们后期应该如何给它补充避免的问题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下期再见。 ,,可以说你 Bye? 我们下期见。 谢谢大家